嗨,大家好,我是目前就讀高参大附中餐馆课的袁艾芬 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我在高参大附中的事物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学校真的很爱分组活动 分组报告啊,分组作业啊,分组拍影片啊 然后实作课也要分组啊 但其实我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讨厌 非常的不喜欢分组活动的一个人 既然我已经来到这里了 我也只能慢慢的习惯跟学习团体活动这样的一个模式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实作课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就是实作课你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就是比如说切到手啊,削到手啊,或是烫伤 还有啊,上时做课的时候不能去计较一些事情 比如说好像嗯,怎么都是我在洗碗 我在收拾,我在整理等等的事情 最后我有一段话想要带给未来的学弟妹 可能一开始你会发现餐饮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然后你有可能也会有一个过渡期 然后你有可能会不习惯学校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时间久了你就会渐渐的习惯了 关于转学 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在这边了 你就不要去想什么转学这件事情 如果你发现你好像不是那么的喜欢餐饮科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要选餐饮科以外的什么科目 那我劝你还是乖乖的留在这里学习吧 我觉得我们如果完成了一件自己好像不是那么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一件蛮伟大的事情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解决过渡期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就是你要不断的催眠自己 告诉自己哦,我们学校就是一件很棒的学校啊 然后我们学校真的很好啊 就是一直给学校 就是一直告诉自己学校就是很棒 所以就我就这样解决了 所以我就过渡期只是会在上学期 就第二学期开始就没有了 就正常了这样子 所以呢 不管是你是填错科目 家离学校太远 还是你好像不是那么喜欢烹调 还是你跟同学相处有摩擦 我觉得还是请你好好的继续前进吧 就不要去想那么多 所以呢最重要就是遇到事情就是解决 不要去逃避 这个很重要 分享影片就到这边咯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就是问我关于高山大户中的一些问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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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